金碟公布了業績268 上半年虧損擴大了超過一成 他自己也說到因為產品研發投入加大了 這些股份,即是股價的彈性 你會看是一個短暫,還是這些還能夠跟進? 我想都是一個短線,我自己看 始終來說,近期是業績期 很多公司能夠出現業績 其實只要讓大家沒有一些驚嚇的話 就已經交到功課 所以我想很多公司發覺 近期公佈了業績出來,都有類似情況 股價也會先做好 但始終如果你看到上面的阻力位 仍然是比較多的 你看到平均線壓住了它 所以你說再上去 你可能都是看到26元左右 金碟來說 所以這些位置暫時的空間 就不太大 唯一比較漂亮的地方 就是你看7月和8月這段時間 似是做了一個高低腳 變了來說 未來 看看有沒有機會再突破阻力 如果突破了阻力 到時可以再追入 我想都未遲 所以暫時這些位置 應該先觀望一下 再代它 突破了上面的阻力 才再考慮去追入 你的母親 反正其實武器 穿了一個外庭 無赤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